我家我是有個小圓子 我摘四個 豆角 什麼啊 前面小圓子我一樓 前面我小圓子自己飯的 94年我就長起來了 一直送我現在 吃菜整個 吃菜完到七個 七個也不買了 什麼豆角 黃瓜 四個 基本不用買 一些辣椒和茄子 要講話 早上起來你就撒幾個 回來吃的挺好的 這也是我喜歡的那種 就是那種生活 喜歡天然生活 我就願意就是種個菜 等著啥的 有意思 農村人除了 我那個 個樓前 我就是上樓村買房 啥意思 真的 我那時候買房 那時候今晚還能回 沒行的 南方定居 完了一不回 我能吃飯 你買這樓 我那只餐不回 我哪能買這樓 不過說農地農民 我們都是這樣 我也沒有公司 這樓 我就兩千四百多樓 三姐雖然現在沒有 一般擠的兒 那兒的特效 那個 她就是和海擠 三年了 三年了 還不像那裡 就打倒了 對於退休金的問題呀 楊大哥這邊 泛起了嘀咕 以後過日子這方面 這錢到底夠不夠花 怎麼花 不過劉大傑也表示了 真等以後找到了 合適的另一半啊 孩子這邊也不成問題 所以楊大哥呀 咱們這不還得接著唠唠嗎 照顧老伴多年的楊大哥 養成了慢性子 對於劉大傑這樣的急性子來說呀 楊大哥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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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 覺得有些接受不了 而劉大傑最後也表示了 對楊大哥的演員問題呀 還是差了那麼一點 於是兩個人決定 以後就做個朋友聯繫吧 所以我們現在也要用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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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